義大利威尼斯有一座真有名的座 布拉諾彩色島 因為座上的座很多拆卸的優策 紅票算為幾十人一定要蓋一座最美的修訂這一宅 但是現在不用出口 在台村有一個開放式的厚色社區 煙灰厚酒村 現在都在進行社區再生價位 幾個好好都為自己的座選擇最美的色彩 怕在社區裡面好像在厚酒一樣 雖然說還沒完工 但是竟然有很多人來蓋上打卡 當作人員當地專立課工 雖然只有幾號已經完成柴尾 但是近日以來 已經有很多人全來蓋上打卡 讓這個社區再度去大家能夠 這就是台村鄉煙灰厚酒村 二十多年前 煙灰厚酒村就在厚酒風景見著作間 跟社區來證明煙灰有名 經常金油客來這裡欺騙 也是台村鄉的一位高級社區 只是經過二十多年 這個有九百貨的大型社區 很多廚外拼都已經落差 影響到政體美觀 所以社區主委跟祖父都認為 對台村灰厚逃出來就看到社區 應該要盡力為這個美麗的地方 所以我當中心整理多錢 也希望帶動人家 為社區創作四名列 厚酒村社區已經有二十二年的歷史了 所以說近來 年久未積的一些壁都翻黑了 要影響這個文面 所以社區做主委 感覺說有需要社區再造 創造新的生命 所以才鼓勵祝福 每個人都發揮你的創書 來猶賊 創五菜分輝 五菜冰粉 和食水每一項都有 感覺說社區才有生命力 感謝我們英輝厚酒村 這個官吏委員會 這個主委跟這位委員的功勞 尤其我們邀請的林老闆 這個郵策老闆 跟祖父的配合 跟這次郵策文面 和切入比較先進的 一些五菜繽紛的氣息 讓我們英輝厚酒村 可以帶來很大的反應 對祖父來說 這位各位不是為社區帶來四名列 也能自社區基民之間的感覺 可以再度揮霍社區的繁華 插了以後 能夠讓整個社區 能夠更繁榮 然後能夠帶動 整個一個商業的模式 那包含能夠讓我們本身有沒有 每個住家有沒有 都能夠像有一個 前面都有一個攤販有沒有 能夠讓人家來觀光 然後旅行 然後打卡 這樣子我覺得可以創造 很棒的商機 現在年輕人又很喜歡打卡 而且我覺得要跟著時代的潮流 才能夠進步 所以我覺得住在我們這邊的話 真的是第一個 吃場好 能量好 然後家家戶戶都非常的好 薑仔色 紅色 青色 甘蠻色 各種美麗的菜色見到 您自社區基民的心 那個困難的會不會是 大家都會走出讓我走前來欣賞 也做會討論 接下來要猜什麼色來給上大伯 讓整個社區氣氛是上當老了 新舊話新聞 北邊臨戴川 柴鳳伯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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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